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 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 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 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 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 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 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 亚伯拉罕 撒拉 以撒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弥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亮点是 此次行程 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 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名额有限 抓紧时间报名哦 在6月20日之前 报名则享受50美元优惠 欢迎大家回到AI NEWS 今天我们又请了两位非常特别的来宾 然后今天的主题又是Homeschool 因为我们对于这个的议题还有这个方向 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美国可以倒下来 或者是任何国家都可以倒下来 但是家庭不可以倒 然后家庭最主要的就是家庭教育 所以今天请了两位来宾 请两位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I'm Victoria And I'm 16 And I'm Homeschooled 我叫Debo了 中文名字 我姓张 我是Victoria的妈妈 那今天会请两位来 因为你们的情况是比较不同的 我们对于Homeschool的这个想象 都觉得说Homeschool是就是家庭都非常的和谐 非常的完整 然后就有钱又有闲 然后目的只是要让大家去打网球 大家做什么运动什么之类的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Homeschool你的小孩子 我想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传道人 所以我知道这个基督教的价值观的树立 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多么重要 所以呢 当我看到我周围有两个很好的朋友 这个他们也上过你们的节目 他们的孩子在Homeschool 然后我再看看他们的书单 他们所读过的书 我一看那些书我就明白 这个他们学业内容的重要性 所以呢 我就决定把我的孩子送过去 那么他在小学的时候 整个都是在公立学校 那公立学校他是非常优秀的 比如他在小学毕业的时候 获得总统金奖 那个上初中的时候也是在Advance班 但是我发现整个的教学环境 慢慢的就是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 那所以我想说最重要的是 给我女儿建立一个基督教价值观 一个世界观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这个是我决定把她送到Homeschool的原因 那你觉得Homeschool对你来讲说 因为妈妈也提到就是 你上过公立学校 你也上过Homeschool这个样子 这两个的差别对你来讲是什么 I think in Homeschooling it's more God-centered while in public school it's not God-centered it's more about like for example materialism people are more focused about materialism while in Homeschooling everything is about God and the history you learn the science and just all these subjects all revolve around God which is something I really appreciate 为什么你会appreciate God 有些人对于基督教的看法 就是说你去当传道人 你去当牧师 你去当什么 你浪费你自己的人生 为什么你会觉得 you appreciate your education about God well if you like see the world certainly right now it's not God-centered and to see that people are standing up to you know follow what God what God wants us to do and to learn about things that are God-centered is just something that's like not widely like you know wildly appreciated or anything like that 你在轟述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因为我相信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因为包括时间 你是全职工作 然后你又是要 金钱啊各方面的 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其实如果说按照我们常人的理解呢 事实上应该说 我们是最不适合上 home school的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公立学校是完全免费的 而我上这个home schooling 我是需要来教 虽然不多 但是一年也是要几千块钱的 那么我作为一个传道人 作为一个低收入者呢 我而且作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 然后我的工作时间是很满的 那从时间上从金钱上 我好像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那所以这个事情我是经过祷告的 我是经过一段思考的 然后当初我跟我女儿说的时候呢 因为她不舍得离开她那些朋友 很犹豫 她也是没有完全的决定 那后来我就说 要不然咱试一年 试一年 如果你不喜欢 我可以让你再回到公立学校 因为我们做父母的 要尊重孩子的想法 那后来孩子就同意去试一年 这一试这一年孩子喜欢了 那喜欢了她就留下来了 我想作为一个传道人来讲 首先我个人来讲 我不敢说所有的传道人 首先我个人来讲 我知道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 这个不是一句空话 而是我们生命中真正的认识 就是你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对孩子来说 最重要它是一个正确的 一个价值观 一个判断能力 所以而这个东西 我相信 Homeschool对它绝对是有 一个很好的影响力 这个影响力绝对是超过公立学校 他Homeschool多久了? 四年就 他说你喜欢Homeschool 你为什么喜欢Homeschool 多过于公立学校 公立学校比较多朋友 比较自由 比较各方面的 你为什么会比较喜欢Homeschool Well Homeschooling You have more free time to do what you want to do So for example I like to do arts and I'm going to major in arts So for someone like me to have more time to build up for example my portfolio and do activities I want to do is just more suitable for me 那朋友圈呢? Well for friends you might think like oh you only go to homeschooling like once a week like oh you won't make like friends that are like good relationships Well I don't really think that because um in homeschooling we actually have events and activities every like every month so it's not really about like if you can like build good relationships in public schools but you can also build it in like homeschooling as well 那你现在十六岁 你现在都在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去学习吗? 那之前呢? Well in the past in public school for example I actually did go to like after school homeschool开始之后 就是都没有人要去这种 客户指导的东西了吗? no no 那你对于 他开始homeschool之后 你有看完他的人生有什么改变吗? 因为像homeschool 其实 你要花非常多的心思 然后你要跟他一起去读 你要跟他一起去跟他一起学习的纪念上 就是这样 对比如说在 homeschool开始的第一年第二年 我是晚上有很多时间来陪伴他做作业的 我晚上下班的时候是需要的 因为他有很多的问题是很深的问题 是不是一个孩子能够完全独立思考 他问的问题已经很深了 比如说你学创世纪 比如说他们读到奥古斯丁的忏悔录 读到尤西比乌斯的教会历史 这些书很多传道人都不一定能够读 都懂的 所以让孩子来读 他就是有一定的困难性 那根据这课后的问题 根据你阅读而产生的问题 还有一些有独立思考的问题 这个需要我的帮助 所以我在第一年第二年 我对他的帮助是 花的时间是比较多 那至于第三年开始 第四年开始他已经习惯于homeschool了 然后他自己能够很好的 他的schedule什么 都已经做得很好了以后 基本上他就不再花费我很多的时间了 他有一个学习的foundation方式之后 他就自己去运作 对他自己的 包括他现在 他在这个准备自己大学过程当中 一些的比如说申请 奖学金的一些申请 提前的申请 以及他要打算上的 他这个专业的情况 他在比如说college 还有那个private university 他的一些课程 关于艺术一些课程的选择 报名所有的手续 全是他自己 实际上我也帮不上忙 因为我的英语很差 我帮不上忙 对 你们两个的关系 有没有变得比较好 透过homeschool 就是因为你很明显 你必须要多花一点时间 跟他在一起 对 那然后小孩在这个年龄16岁 又是非常叛逆的 你怎么样应对这个叛逆期 特别是他现在 就长得这么漂亮 就这么高挑 感谢主 这个是神的恩典 就是说每个孩子 他的性格不一样 每个孩子成长的诡计也不一样 那我这个孩子 因为一直在教会长大 他即便是没有上后面之后 他就在教会长大 所以作为我优秀传道人 比如说我在美国 上神学院的时候 他也是坐在我旁边听课的 所以我的孩子身上 当然青春期是有一些改变 但是我并没有看到很明显的 叛逆 怎么样子 当然有一些 我们会有一些争执 会有一些争执 包括我自己工作很累了 我回家的时候 可能他一问我问题的时候 我可能不耐烦 课程上的问题 什么的问题 我又会自己 你自己去做 我没有 会有这种情况 这是事实 我们做母亲并不是 不是说我因为传道人 我们做母亲 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 但是只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去帮助她 至于我们的关系怎么样 我女儿说比较好 对 不要有压力 不要因为妈妈在这边 你就有压力 就说实话 OK 我相信你还是有很多其他 在公立学校现在上课的朋友 Well it's been four years so not really like our relationships kind of just drifted off after four years also cause I went to middle school only for one year so based off of one year of a relationship it's not that strong 那你知不知道 他们现在的生活 跟你现在的生活 你觉得是有什么差异 还是就是完全没联系 well we don't really have a lot of contact anymore so why like for example I wouldn't want like someone who would be like having opposite world views with me 那world view 这个东西对你来讲 是有多重要的 因为很多人流行啊 这个是时尚啊 那你又是一个艺术专业的 you'll see a lot of that 因为我也是艺术专业的 你去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 艺术专业的很多都是这个样子 world view对你来讲 就是世界的价值观 圣经的价值观 对你来讲 为什么会这么重要 in relationships like if you have like a connecting world view if you have like same world views you can find yourself in a better relationship and also in like like more deeper I guess kind of like that while if I had a different world view like someone who has a different world view we might not always agree with the same things which might cause arguments and all that 公立学校的小学 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那些什么LGBTQIA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吗 还是那时候性教育那些有吗 还是没有 not yet not yet yeah but in the recent years like I've worked with children ministry so in the recent years I have found that in elementary school they just start teaching that stuff so I was pretty shocked elementary school wow like recent years like before when I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we had to do that ok so最近真的是改变很多很多了 那你是怎么样开始去发现这些事情的呢 然后决定说你要来工作的呢 这个事情并不是一般的父母会注意到的 如果说父母要注意的话 应该要注意什么东西 应该说我比较注重的 可能因为我的职业的关系 我比较注重品德吧 人格的这方面我比较注重 我相信别的父母也很注重 只是说如果他没有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背景的话 可能他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那我就知道这个品格呢 我觉得还是要从我们的信仰来触发 基督教并不是一个空头的名号 或者一个宗教信仰而已 它是一个生活的形式 它是一个真正的生活 那所以我看重的是我女儿的品德 那整个小学过程当中 他很享受他公立学校的这个小学生活 一个非常单纯 非常快乐 美国的教育 所以整个小学的过程当中 我唯一帮他养成的就是说 一方面因为我工作忙碌 必须要把它放在一个after school 所以呢他小学下课以后 就是有after school人去接他 他在after school做完所有作业 然后我下班去接他 所以唯一养成的就是 他对这个学习上的自律性 这个我给他养成了 那我整个小学过程当中 我并没有想到要去home school 真正想到让他去home school 是他上初中第一年 我发现有一些的苗头开始改变 比如说孩子开始注重 穿的衣服 鞋子的品牌 但是第一年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重视 正好在这期间 因为我跟莉莉 我来美国一直跟莉莉都是认识的 她的朋友Sabrina 也是孩子一直都在home school 所以莉莉也把自己的孩子放在home school 我看到这个他们的孩子的 在home school的影响 我看到他们的孩子的这个品格呀 各方面的培养 我在看莉莉跟我介绍的时候 我仔细看他们的书单 我看这些 虽然是英文的 但是我可以知道一些书的重要性 那我就开始思考了 整个他上六年级的时候 我就开始思考 最后做这个决定 当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我也是去咨询了 比如说他的干妈 也是一位师母嘛 他也很支持 那我们两个人都非常支持 然后孩子也愿意试一试 那我就把他走 但是第一年之后 第二年 那我问他你还想上吗 第二年的时候 他说好像都可以 我去公立学校也可以 留在这里也可以 那到第三年 他就完全就是 我就home school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自由地安排我的时间 他比如说 我想安排什么时候上钢琴课 他就可以去上钢琴课 什么时候上绘画课 他就可以去上绘画课 什么时候去做服装设计课 他就可以什么时候去 就要跟老师调和好时间 避开他上课的这两天 因为礼拜一 礼拜五 避开上课的这两天就可以 对 我必须说 就是还是有很多的父母 他们很害怕 说他们时间不够 然后他们钱不够 或者是他们的住的地方 或是怎样 他们或许不住美国 还有各方面的这些东西 然后他们会觉得说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 在家教育我们的小孩 我相信这些东西 你之前都有想过 因为你刚刚讲到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在小学的时候 就培养他一个学习的习惯 请问你这个是怎么样培养的呢 其实不是 这个功劳不是在我身上 而是说 恰恰是我这个 作为一个单亲妈妈的这个环境 我没有很多的时间 去监督他的作业 课后的活动 我没有这个时间 那所以我就必须把它 放在after school 放在after school的时候 那么after school就很系统的 监督他们做作业 让他们并且学更多的东西 所以他就在这个期间 他就已经形成了一种自律的习惯 他比如说他的homework 可永远不是说我去催促他完成 而是他一定要完成 他是自律到这种程度 比如说我一定要完成 即便包括到现在为止 他在整个的十一年级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会熬夜的 那实际上作为母亲 我是心痛的 我是说不要熬夜 我们不需要说要求那么完美 一定要考A或怎么样 我是希望他能够休息好 身体是第一位 但是孩子还是就是说要 你让他长不够高吗 对 因为我个人 我不是一个很注重成绩 我们希望孩子成绩好 这是真实的 但是说我不希望把成绩 作为第一位的 所以说我说身体好 然后你开心上进 你的心灵是健康的 跟神的关系是健康 我觉得这个比一切都重要 所以呢 其实他是有神的恩典 并不是我这个母亲 有什么功劳 说把我孩子怎么样 教育成一个自律的孩子 不是 只是说这个成长轨迹 他慢慢成为一个自律的孩子 那恰恰呢 这个自律对于上Home School 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你学习好坏没有关系 你天赋是聪明 或者是差一点都没有关系 重要的就是一个自律 所以这个自律是 在Home School的孩子当中 是比较重要的 我觉得在访问这么多的人里面 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成绩不是最重要的 当一个好人才是最重要的 培养出一个好的小孩 是一个父母当中 其实父母是最骄傲的 与其你的什么 你的小孩上哈佛还是什么 但是如果说一个小孩 他真的是一个自律 而且好 而且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有方向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这个样子的看见 说我要把我的小孩 我要把Being a good person 当成是他教育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而不是他的学历 因为从中国大陆来的 从台湾来的 大家都在乎的是学历 来到美国 大家就想要进那几个学校 然后为什么 因为我出去 我回台湾的时候 我回中国的时候 我可以跟别人 我女儿 伯克来啊 我女儿 什么什么什么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 人品还是最重要的 应该说我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重生得救以后 我就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其实呢 我跟这些父母们有一句话 就是说 这孩子呢 他并不是说我们 我们跟别人炫耀的一个工具 不是说我们的孩子 独哈佛 怎么样子 我们就 就在别人面前 为着自己可以有面子 而去强迫孩子 或者是逼迫孩子做什么 其实并没有人 关心我们自己的孩子 超过我们自己 这是不可能的 不管别人 怎么羡慕你的孩子 怎么样在你面前 赞免你的孩子 不可能他对你孩子的爱 超过你自己 真正爱孩子 是我们自己 所以说孩子能够 能够开心 能够幸福 他能够有个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能够指引他这条路 让他这一生不走偏的话 这是父母最大的安慰 也只有我们父母 才会为孩子 有这样的想法 对 我觉得 讲到一个很重要 就是 You make your own schedule You're very disciplined 很有纪律 你觉得 Homeschool有帮助到 你学习到这个东西吗 还是你之前 就已经是一个 很有纪律的一个人呢 During Homeschool I think it did like enhance it because you've more alone time and when you have more alone time you tend to actually procrastinate and I have done that a few times but in those moments you learned that discipline is so much more important because out of procrastination you really get like trouble and like late assignments and all that 你对你的人生的方向 你选择的方向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很多的人长到大学 甚至大学毕业 甚至出社会了 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你才16岁而已 你就可以 有这个样子的一个 方向去过你的人生 而且这么明确的一个目标 而且你在这边说 我要有纪律 然后我要当一个好人 然后我要以神的这个价值观 看这个世界 对你来说 你跟你妈妈的 你跟你母亲的这个关系 还有这个哄诉的这个过程当中 对你有这个世界观 还有这个方向 有没有关联性 对 对 对 因为在家庭 当你有更多孤独的时间 你会比较多 你会比较多 什么想要做 什么活动 然后 通过你的活动 你能够找出 什么我真的想要做 我的生活 我妈妈 也很棒 带着我 带着实力 因为 发型设计 你现在16岁 你会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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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出去玩 然后 过一个 普通16岁的小孩做的事情 ok 在美国的话 普通16岁的小孩 偷喝酒 偷西大麻 偷交男朋友 然后跟男朋友 怎样怎样怎样 偷偷的什么什么 don't you want that kind of life I mean I think your public school friends a lot of them are doing it 你不会羡慕吗 um not really because if you see like what results they bring I don't think I would want that and I'm not sure if you guys would want that but the results are not that good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想法 他们结出来什么果子 然后这个是从这边 这个16岁的小孩出来的 我觉得 在所有home school里面 我interview了这么多的家长 还有小孩 他们给我 我的感觉就是 他们很成熟 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 那这个是 甚至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的 基督徒常常去教会 其实就是在问说 问神说 我想要这个 你为什么不给我 我想要往这个方向 为什么神不开道路 我想要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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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home school 你觉得有帮助到你啊 你自己的灵灵成长吗 其实是应该是说 我跟我孩子 陪伴我孩子 教养我孩子的过程当中 我是有成长的 我是有成长的 为什么 因为显出 我们没有耐心的一面 对 我在外面 我是很有耐心的 我们最好 特别是华人 我们最好的一面 是展示给外面的人的 但是对自己最亲的人 比如说对自己的先生 对自己的太太 对自己的孩子 我们展示的是 自己缺点最多的一面 那所以我们的孩子 要看到我们真实的一面 我们看到我们真实的一面 那么我肯定不希望 我女儿有个坏的榜样 那我就要读出我自己 也要改变 我是个没有耐心的人 本来 但是我就是要慢慢 在我女儿的度数下 特别是她年龄越大 她要求越高了 不是像小小孩子 你说她一句 她就听了 她看到你的威严吗 你是大人 可是像到这个年龄 你不是说一句话 她就听你 她会跟你顶撞一下了 会跟你说出她的理由来 因为她有独立思考能力了 我就发现孩子 上Holmesco这段时间 她学历史 她学的这些批判性的思维 这是最重要的 而且这恰恰是华人最缺少的 就是你不是因为 有一个威望的 有一个权威跟你说什么 你就听什么 而是你要去思考 你要去批判 你要去找到她 你要深受你自己的理由 深受你自己的看法 对 你虽然是小 对 你虽然是小 你是有判断力的 判断力 你可以跟父母去 去 argue的 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我是个成长 就是也约束我自己 约束我自己 不是像小时候了 我说一句 训一句 她就停了 不是这样 所以重点是在她 Holmesco这段时间 我跟她一起 看这些书 我看不懂英语 但她读的书 我基本都读过 我读过汉语的一本 很多年前都读过 我知道这个书在讲什么 我明白 很简单举一个例子 当她在学这个 游戏比无事的教会历史的时候 她读到这个破旅甲 破旅甲是使徒约翰的门徒 破旅甲的这个训道故事 我们很多 有时候在讲台上 都可以听到 训道故事 那我女儿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她就读的时候 她就会流出泪来 她说妈妈 真的会有人这样吗 她这是她第一次 就是说 她有很多这种问题 但是这个是给我留下 很深印象的 就是说她在教会 她没有看到这些东西 当她读这件书的时候 她突然意识到 真的有人 为她的信仰付出生命 真有人会这么做 所以她读这个书的时候 她就说 妈妈 真的有人这样做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说 你看到这个教育 和你读的书不同 对孩子的影响 触动是不同的 对 我觉得 我觉得跟孩子亲近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上次有遇到一个牧师 他就说 他的儿子是同性恋 我问他说 那你有没有跟着你的儿子 一起认罪悔改 你有没有带着你的儿子 一起认罪悔改 他就停下来 然后就 不说话了 然后隔了几秒钟之后 他转过来跟我讲说 我觉得我们要重新想认罪 跟悔改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父母高高在上 然后呢 跟子女没有亲近的关系 然后子女离开教会 离开那个 然后离开信仰了 父母总是觉得说 我很好啊 我又是个这么好的基督徒 我还是个牧师 我该做事情都做了 你们这些小孩变坏了 要我怎么样 对不对 儿孙自有儿孙父 他自己回去找神吧 还是什么 很多父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的 就算是红书的父母 所以说我觉得你 有这个样子的看见 然后可以看到说 跟女儿在一起的时候 最能召开就是 我自己的缺点 然后你自己有一个成长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 厉害的一件事情 那你对于你妈 你觉得她有成长吗 对于那些很多家长 在考虑Homeschool很久了 然后还没有做出决定 然后还没有勇气踏出 是第一步的 你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讲 我用个小故事 来鼓励一些这些父母 这个小故事 是我有一次在讲台 听到的时候 从一个台湾牧师那里听来的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就是在台湾某一个地区 一个开发商 决定把这个区域给 就是盖成新的商业楼 商业区 那其中有一个老伯 他有一个祖传的宅地 就在这个开发区中间 那这些开发商 为了整体的规划 就去找这位老伯 出高价要买他的地 那这老伯就拒绝 那些开发商又想了办法 再去找他 还是拒绝 三顾茅庐 老伯都是拒绝 可是呢 没想到这些开发商都失望了 只好重新规划 规划就是把这个老伯的 这个地方给避免掉 结果没想到三五个月之后 这个老伯亲自去找他们 亲自去找到这些批发商 答应他们先前的价格 愿意出售他的老宅 祖传的老宅 那这些开发商就很高兴啊 然后就不理解说 老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为什么我们找你好几次 给你出这么高的价钱 你不同意 而现在几个月的时间 你答应了出售你的主宅 这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 原来呢 这个老伯呢 是在这几个月当中 他的唯一的儿子 接到了美国哈佛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 那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不是给他全额奖学金啊 还有一部分他需要付这个钱 那这老伯为了他儿子的前途 这个时候他在衡量的时候 是他儿子前途重要 还是他守着这个宅基地重要 所以在他面对他儿子的前途的时候 他就把他心中固守的东西放下了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找到开发商 把这个房子出售出去 所以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没有付不了的代价 只有看不到的价值 这个就是我用这个小故事 来告诉各位家长 就是说 如果你看到Homeschool的价值 如果你看到 培养一个正确价值观的孩子 一个有非常好的人品的孩子 这个价值的话 那么你就不要忧虑了 就行动起来吧 感谢你们今天两个花时间来我们上我们节目 Homeschool真的是我们这个世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具 而且是我们基督徒 如果要夺回我们的孩子的话 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的外面的高中 公历高中 我真的建议所有的家庭 夺回你孩子的教育 然后再加教育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的教育 你的孩子的人品 跟这位母亲说的一样 是比任何事情都还要重要的 比祖传的宝地都还要重要 所以说请各位真的好好的去想一下 你孩子的未来 跟你自己的事业 还有各方面 他们两个衡量一下 那你会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感谢两位来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节目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见